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就是继续把问题放到那个打入到那个对话框里面 然后我会就是就是念出来 然后让讲员来去回答 那基本上这个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人问 他说401k也算是说是就是说家庭资产的一部分吗 就是会对应该也是说问对申请这个是不是也有影响 401k的话呢是不算做这个财产的 虽然是财产但是当你填这个表的时候呢 是不计算在里面 好的谢谢回答 然后还有还有那个听众的问题是说 10年级的capital gains需要在10年级的头一年就realize吧 还是说在10年级的第二年也是可以的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个年级呢都是在第二学期第二学期为主的啊 对当然说你在第一学期的话你去做也是可以的 那就那就更靠近一点的话呢 deadline的话呢是在第二学期 比如说刚才说的12年级是指你现在上12年级的 那11年级是你现在上11年级的 10年级是你现在上10年级的第二学期了 对换句话说呢就是10年级的收入还蛮重要的 当然了就这里面呢至于是不是把它分成两部分的话呢 得要看孩子想读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 哪一个私立学校 那当然了私立学校条件越好的越是比如说这种长春藤的这样子 相对来说这个就门槛相对来说好一点 所以说10年级对于这个income的话呢 非常的重要 那基本上算是deadline了 他12年级你钱的收入就是按10年级那一年的收入来算 所以说10年级这一年的话呢特别的重要 我们这些家长呢一定要注意 好的嗯谢谢 那请问学校的员工孩子上学学费会有优惠吗 这个的话呢完全要看学校的情况 一般来讲的话呢像比较好的学校 那像Stanford呢录取的话呢那就基本上付不了多少 绝大多数都可以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读本校 但是呢Stanford大学比较难进 但可是呢Stanford大学它本身它有很好的exchange program 就是说你既是孩子你是Stanford faculty 但是他有些别的学校有交换的这种也是可以的 这个total amount的话呢是根据不同的有不同的要求 那这里面的话呢就是要看各个学校它自己本身的本身的这个情况了 这里面可能就说你可以查如果说你是在某一个学校的faculty 那你可以查一下本校的这个福利是怎么样 像USA也是有蛮不错的这个 这个program啊这个benefit都非常的好 好的谢谢 但是呢如果说你529 除非你要申请私立学校的话 那个影响就更大一些 对这个公立学校是5.64嘛 那私立学校的话是20个percent 那有CM的就是总统俱乐部的学校是5个percent 那一般的私立学校影响就比较大 嗯好 那那是紧接着这个529朋友就有人在问 他说小孩是一岁八个月 那妈妈还有小孩外公外婆以前帮妈妈存的529 那怎么处理比较好 这个的话呢得要看具体情况啊 那如果说还是有办法 但是呢就是只要看具体情况 这个的话呢因为这个moving parts比较多 所以说呢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请私下里打个电话 然后根据你的情况 希望呢就是说越早处理越好 越往后的话呢越拖 那就是这个可能付出的这个代价会越更加大一点 这个的话呢就请这个打个电话 私下里可以我们给您解答一下 嗯行那那请请问这个问题的问题的听众那个一会儿的时候 可以就是之后可以联系我们的讲员或是进我们的那个群来去咨询一下 那ERA算是这个资产吗 退休账户呢 Qualified的退休账户啊 这个的话像401K IRA Defined Benefit 还有这个各式各样 Simple IRA什么的 这叫Qualified Retirement 在申请私利和公利的时候呢 都不算资产 好的 那请问退休后的所有的退休income算财产吗 退休以后的income这个的话呢 要看你这个income你放在哪儿 对 你你首先来讲的话呢 你退休的这个income本身是算你的income 但是你比如说你从退休账号拿了10万块钱 正好你在发 File Fata的时候 你这10万块钱就在你的银行账号上 那同样的话呢 这10万块钱也算你的资产 对所以说呢 就是对于一些退休人士啊 假如说你的绝大多数资产 这个是在ERR账户或者41K账户 那如何去拿钱呢 事实上你拿出来的钱都是收入了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还是有蛮多的技巧 不管就是说你读 不管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 那最好呢 你能好好计算一下 看他的guide line 能够这样子的话呢 根据他的这个要求的情况 你拿出相应的钱 这样子的话呢 你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利 好 那人寿保险算是财产吗 人寿保险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人寿保险的话呢 在我们规划里边 无论是上公立 还是上私立的 都不算资产 都是不是reportable的assets 好的 那还有在问说 我现在只有一套自作房 想换一个大一点的 得先买新房 然后才能卖 孩子现在十年级 那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收入不高 还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三年级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要好好规划一下 因为十年级对于收入非常的重要 再加上还有一个大三的一个老大 十年级 这两个考在一起的话呢 你需要经过好好计算一下 才能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因为老二的话呢 他是读十年级 他的想可能会升级哪个大学 可能会被哪个大学录取 他这个公立大学私立大学 甚至是私立大学 他学校和学校之间的要求都不一样 这个得要根据情况 所以呢 比较准确的回答呢 还是请你私下里打个电话 到时候可能给你的这个答案 会更准确一点 关键是呢 你这个房子啊 是不是有capital gain 如果有capital gain的话 你要首先来讲 在十年级的时候 最主要是要处理这个capital gain 你要加快一些 因为现在的话 就已经是10月3号了 可能你如果说你能处理完 这个是可以 好的 那请hana之后可以联系我们的讲员 去细细的咨询一下 那填写FSA是资产是包括股票当日的价值吗 对 他这个所有这些财产呢 都是按当天的 你填表那天的 不管是你是股票的账户 还是你的 这个银行的账户 都按你申报的那天来计算 好的 那房产价值是按申请时的市价来计算 asset吗 他这个的话呢 是通常是按Zillow这个市价 然后呢减去 减去你的这个贷款的额度 那是他是按你的净资产 但是呢 这里面有些学校 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 这个还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公立学校 这个你如果自住房的话不算 但是私立学校有的算有的不算有的算一定额度有的算 英康这个也比较 关键的要看具体哪个学校 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 请你私下里打个电话吧 看看这样才能回答的比较好一点 好的 这边就是还这边还有问题 就是说说我有两个孩子 每人每月500块钱放很久了 是否正确 如果不对应该怎么办 这一个呢 就是通常蛮多的这个华人家庭 都是属于那么一种情况 这里面关键问题就是看 我们家庭的这个收入情况 当然我们就按湾区平均来讲吧 如果说我们生活在湾区 父母呢都上班 那一般来讲的话呢 通常放529呢都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有我们有别的这种选择呢 有基本上比529更好 选择会更多一点 那这个的话呢 可能也会如果说已经有的话呢 那这个只要看你放了多久了 你这cap to gain是有多少 可能也是请私下里打个电话 可能也会了解一下更具体一点的情况 才能以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 好的 那这边还有在问说 小孩子之前因为生病的原因 所以college的时候 就是去大学的时候是24岁 那现在是大概是要读到大学的第三年 那就是说是公立和私立的学校 都会计算说父母的那些income和assets 会影响他们的助学金申请吗 这个的话是公立有公立学校的这个计算方法 私立有私立学校的这个offer 那父母的资产和income的话呢 虽然说这种计算的方法不太一样 但是通常情况下 父母的这个收入和资产 都是会这个影响到这个大学的助学金申 还有一点呢 这个24岁了 一般来讲通常都可能 父母就不再claim 这个24岁的这个人 这个孩子呢 作为dependent了 但是如果说是 这个孩子还是dependent的话呢 那最好事实上 就24岁按说他可以成为interpendent 如果说是他已经结婚 那自然就是interpendent 这里面得要根据情况 如果还是dependent的话呢 那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生 不管怎么样 事实上可能总体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孩子24岁的时候 还成为interpendent的申请的话呢 可能会更好一点 更有利一点 好的 那爷爷奶奶给了一笔钱给孩子 对奖学金有影响吗 如何处理比较好 这个是有影响的 你这个爷爷奶奶给的钱呢 算这个 如果要是给到学生 这个名项就更影响更大了 所以要有 还有一个这个很巧妙的给法 所以最好是悄悄的 这个里面还是 如果直接给到这个孙子 孙女的头上 这个就算income 那买房子放孩子名下对吗 这个刚才Vector讲的比较多了 就是孩子底下的财产呢 实际上占这个比例更高 所以说呢 可是我们华人呢 通常比较喜欢呢 就是父母买房子的时候 喜欢呢 把这个财产呢 放在孩子名下 不管孩子多大 甚至刚出生的时候 有些这种呢 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那当然了 这里面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还有有些时候呢 它确实有一定的好处 对于这个遗产规划的时候 它就 这个transfer 它这个财产比较有利 但是呢 这个如果说是单纯 从大学金 助学金这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呢 它这个是 bad impact是非常大的 不建议这种做法 那如果你已经这么做了 而且已经改变不了了 那将来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系 那么我们有一个 非常special的category 可以找一些那样的学校 好吧 好的 那有人问说 W2 income太高怎么办 income 刚才Victor也讲了一下 基本上income呢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 难度呢 是比较大一点 但还是有办法 这里面呢 就是 关键问题呢 就是看 我们要衡量一下 是不是划算 划算不划算 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 收入你多高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呢 就是关键 就是bottom line 我们既然要做这个的话呢 还是要划算才值得 如果不划算 这个得要看个案分析 就是说你的收入 是25万 还是50万 还是70万 7、80万 这里面就是说 只要看这个具体 如果25万左右的话呢 事实上 我们还是有办法 嗯 好的 刚才提到退休收入 要看放在哪里 我们是公司 社保和空军 三个收入 都全部直接放进 checking account for daily use 没做任何的投资 纯粹是日常使用 那这还能算是资产吗 你只要是在申报 这个发生之前 你这个钱呢 确确实实 是放在这个银行账户 checking account里 这个的话呢 那一定是资产 是跑不掉的 那除非你有比较巧妙的办法 你这个 是吧 这个事情 甚至有可能 你按照实际来讲 你就是你放在你窗头下 开始 那按道理的话 也算是你的资产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处理 比较巧妙的去处理 只要你放在银行里的话 一定是资产 对 像他这个刚才这位听众呢 他好像 事实上这里面有两个节点 一个是income这一部分 还有收 还有财产这一部分 如果孩子读大学呢 收入那部分影响更大 财产的次值 所以说呢 这个可能 还是能私下打个电话 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可能会 给您的这个答复呢 会更准确一点 好的 那去加拿大或欧洲读大学 应该怎么考量 去欧洲的话呢 基本上 比如说去英国的话呢 基本上全部是自负了 英国那边对于外国学生是 就相当于美国这边 对于外国学生一样 但是呢 像法国 德国 还有一些 他们是 完全是 法国 就是完全是当地的学生 他们的学费几乎是非常的少 那是一种选择 不错的选择 如果单纯 从学费来讲的话呢 是不错 德国也差不多 请问 income is based on worldwide income 还是美国本土的income 这个的话呢 income的话 因为你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是公民 或者是绿卡 那这个的话 如果说 无论是什么情况 只要是你在美国 在报税居民 你这个income 无论是在哪儿的话 应该都是 都算都是income 好的 那大学助学金 可以拿几年 我的孩子大学三年级 他跳了一年 上了大一 直接transfer到 加州公立大学 三年级 大学读三年 如果读研究生 还能拿到助学金吗 研究生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贷款 或者是 如果看他具体学哪个专业 假如说有些TA的话呢 他这个教授 或这个系里面 会有一些program 回答你这个问题呢 事实上像FAFSA呢 可以到六年 如果说你是全 full-time student 的话可以到六年 如果说是你 三年就已经毕业了 那你基本上 就是三年 四年进入研究生的时候 就按研究生那个 去处理 绝大多数都是 要么是TA 要么是student 当然愿意 打工也是 也是不错的 好的 那给孩子付学费 是用 H-E-L-O-C 好 还是refinance 好 这个问题的话呢 问得很专业 这个 所以这个 房屋论呢 就是说 这个父母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学费比较贵了 这个时候要 手头也没钱 那只能是 透过房子的 这个净值 来拿钱出来 那H-E-L-O-C 那就是H-E-L-O-C 它这个好处呢 就是说是 相当于你是一个credit line 对于父母来讲的话呢 那你这个就是 想用什么时候用 都比较方便 写一张支票就好了 然后你写这张支票 whatever amount呢 你就是 又打到 你这个贷款里面了 但是它这个 不好的一方面呢 就相对来说 利息比较高一点 那如果说是 你refinance的话呢 你 就是说你会 refinance一大笔钱出来 这个这里面的话呢 得要看 就是这个学校的情况 就是说你refinance 你不能每年refinance一次吗 当然也可以 就是说比较复杂一点 refinance如果是 你一大笔钱出来的话呢 那你这里面 就是要好好计算一下 最好呢 拿出来那笔钱 不要变成你的 这个资产 那反而减分 这就不划算 好的 请问父母是 claim了dependent的父母吗 如果父母是领养人算吗 如果父母离婚了 孩子归一个人 生父母的income都算吗 这一个的话呢 它比较复杂一点 基本上呢 他是离了婚的 不管是这个 那通常是 如果申请大学的时候 他主要是按 这个孩子跟哪一方 这个为 以前这12个月 是哪一方去居住的 另外他是不是付的 有child support child support也算是income 另外他的财产的话呢 这个可能 有些学校的话呢 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有些学校 可能就计算的 比较多一点 有的就少一点 这个可能也要私下 问一下比较好 那申请助学金对孩子上长青能大学录取会有影响吗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 这里面如果说是申请early decision的话呢 可能会有影响 就是你申请比较好的这些学校 然后呢 你在这同时你也申请early decision 换句话说呢 通常early decision10月底 或者是有的学校11月底 你就要application也要file上去 admission所有那些FAFSA CSS都要file进去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file的话呢 对于early decision可能 他就会受些影响 因为通常early decision呢 他这个录取率比普通的这个录取率要高很多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主要是学校呢 是为了保证一些他有一定的收入 因为我刚才讲过学校也是做生意的 他就是透过early decision这种方法呢 来确保他有一定的生源 再加上有一定的收入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一部分的话呢 是有影响 好的 那我们的时间是快到了 那现在就是说 大家我们现在可能就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是有没有人在想问 我们可以开放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请继续关注说 不好意思 那这边的话 嗯好 那你讲好了 对在这个对话框里有个人说 股市波动太大 手头有些钱会拿好 这是一个可能也是有孩子是吧 那这里面的话呢 当然首先呢 有几个问题 这是好几个问题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问题 但是是好几个连带的问题 首先呢 因为股市可能是属于 近日学会属于比较波动的时候 首先一个前提呢 就是说你假如说担心要损失呢 你可以把它处理掉 然后呢 至于假如说孩子是有孩子要申请大学的话呢 那这里面的话就有一些要求 那最好呢 就是你不要放在名面上 不要放在这个check in 或者saving account里面 比较好的办法呢 可能就是说 这个文面会 也是私下里打个电话 跟Victor 或者我们会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呢 做一些最佳的这个建议 因为这个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会更合适 有针对性一点 能真正能帮到你 好的 我看到说对话框里面 还有一些问题 但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是要结束在这个时间 但是就是说 大家这些问题的话 请关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 然后也可以咨询两位的讲员 好 请不吝点赞